READY RING THE BEAR 我好久沒有錄音 我覺得有點陌生 熟悉的陌生人 你很久沒有錄音了 對阿 我很久沒跟你們錄音阿 我大概有兩三集 三四集吧 就是這樣子一直幫你們剪輯 我真的好想加入 因為有很多話想要說 真的嗎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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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真的是發生了一些不少的事情 不是一起來 是發生了不少的事情 所以說就真的比較忙一點點 你的褲子好可愛 你是穿什麼 我裹著一條浴巾 我要看底下發生什麼事嗎 不要 謝謝 不好意思 好啦 那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 你是現帥嗎 這集是第幾集 九十集 九十了嗎 九十了 對 九十了 沒錯 離五百集越來越接近了 是 沒有錯 還有410集 離五百大關又更進一步了呢 沒有錯 沒有錯 好不好 而且那個我最近去看那個少年安啦 欸 是 少年安啦 然後我們那個文藝青年會簡稱他叫少年安 這部我這個 欸 算是 這個叫什麼 經典台灣黑幫史劇 對對對對 應該是這個 1992年左右的一個台灣的國片呢 那也是一個 沒錯 就是 算是早期最早的 不知道是不是最早 但是至少就台灣黑幫片來說 算是一個經典的劇作 沒錯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他那個主題曲呢 特地去找五百來幫他製作 當然還有零搶啊 然後有一首歌就叫少年的安啦 而且 我打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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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進入一下我們的工商時間 因為我們的工商時間還沒有走完 そうですね OK 好來 我們聽一下工商時間 本集節目由全新影像有限公司贊助播出 全新影像具有十年以上的攝影經歷 不管是實物 人像 空間 還是產品形象類型的平面攝影都難不倒它 除了攝影以外 平面設計 海報設計也能一手包辦 近期全新影像甚至還無償協助 帕輸入運動者和摔角比賽的動態設想 賽事平面設計 就連選手形象照也是出自於全新影像的鬼手 瞬息萬變的摔角比賽都能快速堅缺地捕捉到關鍵一幕 還有什麼是全新影像捕捉不到的呢? 一條龍的服務 再加上兼具美感的高品質設計 絕對是一驚二驚 夢來驚三驚 案子攏後全息走 探集探到怪味了 現在就聯繫全新影像有限公司 相關聯繫方式都在節目資訊欄 好 剛剛講到就是黑幫電影啊 那如果比如說把它套用在台灣摔角 你覺得台灣摔角適合拍成電影嗎? 我意思是說純粹是有劇情的部分 不是像之前的正面影集 正面影集 因為正面影集是屬於比較紀錄片的東西 我意思是說如果把它拍成像摔角電影之類的 台灣的 你就有機會嗎? 閃燕假面啊? 不算 如果以台灣摔角為主軸的話 像剛剛那個少年安娜是講 你剛剛講那個年代的故事 黑幫的故事 那我們現在把主軸就是做成台灣摔角的話 你就有機會拍成嗎? 等於是說 這故事的核心就是著重在台灣摔角 但是還是有編劇 然後有寫劇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一定可行啊 只是有沒有人要看而已 可是我覺得這樣拍起來蠻有趣的 我肯定是會去看的 自己人當然一定要去停一下對不對 但是好不好看還是要老實說 是啦 那希望有其他的糖果爸爸如果聽到這一集的話 特別是做電影的 然後可以來拍一下 這樣子 台灣摔角很多故事 是 我想如果 台灣摔角 台灣摔角 發展了也快 15 20 我估計 對差不多 這從IWL開始在 開始辦這個所謂軟電賽的時候 欸 你有沒有注意到前陣子有人在 PO那個 IWL軟電賽的影片 我有注意到 然後我只有稍微瞄了 大概30秒 我覺得 哇各個前輩真的是令人佩服 所以我就沒有繼續看下去了 這是什麼意思 不是我覺得沒有很好看 對不起 你這垃圾 沒有欸我很老實 就直接跟你講 你在你在 你在否定台灣摔角的歷史開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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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嗎 啊我覺得不好看 我就沒有想去看他去 為什麼不好看 因為因為因為我覺得 呃 可能 有點可愛啦 就是因為 沒有沒有沒有軟電嘛 然後而且他們是用巧拼 沒有擂台 他們是用巧拼的部分嘛 對不對 對然後他們還必須要模擬 比如說像是 有時候彈神的情形 啊 我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你意思是說 你意思是說就是 在沒有擂台的狀況下 可是他們還是 他們還是要模仿這個撞神的動作 對對對 然後然後我沒記錯的話 還有趴意志吧 其實當作角柱 我沒記錯了 還是我看得錯了 對 我不知道這個 因為我沒有仔細看完 對然後而且那個 有點久遠了 所以我印象不是很深刻 但就是就是我就是不喜歡 但我沒有我沒有討厭 我就是我沒有我沒有否定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萬事其頭難嘛 你必須要先做之後才會有 是之後的現在的發展這樣子啊 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我們 對啊 Respec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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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OK 一個一個 敬重的心情 但是 是 好 確實 熱愛東西一開始 你不知道怎麼做 沒有人教你怎麼做 你就是亂做 對不對 沒錯沒錯沒錯 那聽聽很多台衰的大老妹 他們他們說當時 就可能只是練習而已 就把一隻手摔弄摔斷了 或是什麼 所以我就超厲害的 對啊 是啊是啊 真的很帥欸 我我看得其實很感動 欸如果叫你 叫你回去那邊打 你敢打嗎 不要 OK好你繼續說下去 為什麼很感動 因為你 你會看到有 當時我估計那是快快十十五或是十八年前 對啊 的的影像對不對 嗯 到 你看到裡面的出場的選手到現在 台衰都好他都還有他們的影子 或是他們本身都還在 烈火在裡面 對 寶哥在裡面 卡拉斯 然後 其他的是誰我忘記了 不過 anyway 喔 很好看 欸 喔沒有 因為他們辦的場地是有點像這種 那個 什麼什麼 什麼 禮民大會堂或是什麼 活動中心 它是一個 室內場所嘛 然後 當時的播報 另外一個聲音 我不認得 好像叫所謂的泰坦吧 我有點不記得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忘記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評審 對 但是但是有一個聲音很熟悉 他叫超級大隻 OK OK 喔所以說他以前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就在做播報 對對對 喔 那當時 那當時 對當時的習慣是直接拿著麥克風做現場播報這樣 欸對是 小弟我幹過這種唇事 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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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 而且你常常會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亂講 有一次 正好你提到這個 我要跟大家爆料一下 哈哈哈哈 有一次 TPW的 的 跟IW合作的賽事 然後 開殺陣對上卡拉斯 他們首 首次對決 然後開殺陣就很 就是 有很強大的野心這樣子 那時候他剛出來的時候 比較拽 然後 然後那時候他 他把卡拉斯逼到角落 應該 應該說比喻上了 就是他快贏了 喔 打到末盤他快贏了 然後他就是 這是氣焰高張 身上腺素激發 他爬上角柱準備要開大招 對 然後他指著卡拉斯 I'm gonna kill this motherfucker 喔很兇喔 然後 可是 當時的播報 還沒成為正式選手前 他聽不懂這一段 英文 他就說 對 我聽不懂他說什麼 然後我就 What the fuck 因為講的 因為我在 那時候是因為很吵雜 而且 呃 台上距離播報台 有一段距離 所以真的是 對 有點聽不到 聽不到那個聲音 所以說我只能亂講 啊 我必須要呈現最原始的 我聽到的東西給觀眾嘛 對啊你不能這樣講 對啊 不是要給你考試啊 但我覺得 我覺得是 這蠻可愛的 呃 感謝 謝謝 謝謝 我們我們剛開始是這樣子做的 至少就IW跟TV開始合作那時候 是啊 然後那時候還是在海天嘛 對不對 對啊沒錯 這蠻懷念那時候的那種感覺 就是 哦 沒錯沒錯 啊就算做不好我們也是覺得 很棒了 這樣子 做不好就 就在想辦法做好嗎 是沒錯沒錯 而且是用最精簡的人力 然後去完成一個賽事 這樣子 耶耶耶耶 大家都可能身兼 比如說多職 有時候還要兼司儀 有時候要兼薄爆之類的 然後 兼完之後還要去兼白雲工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 然後還要去還要去這個拿什麼機油 或是拿什麼奇怪的槌子 WD40 WD40 對對對對對 WD40是我們當時當時的救星啊 是是沒錯 沒有他就是那個擂台裝不起來 這樣子 沒有WD40就沒有台灣摔角 真的真的 欸可能現在聽眾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東西 我們來講那個內座擂台 就是現在那個NTW的內座擂台 對現在在長期住在NTW的內座擂台 就常住在那邊的 對對對 之前之前海天還在的時候 我們都是共用那個擂台嘛 是沒錯 那因為那個擂台已經就是歷史悠久啊 我們要組裝的時候 都會等於說那個鐵的那個支架 要進入那個插槽的時候 插銷的 插銷的時候會就是生鏽太嚴重 然後角度又有點彎掉 所以這個是很難 插入這個狀況 所以要一點點這個潤滑啦 所以 當時這WD40就是我們的這個潤滑機 基本上就是這樣 欸我據說 我聽說那個內座那台是不是ROH的內台啊 真的假的 不是吧 不知道是那一座還是另外一座銀色的那一座 喔銀色那一座 我有印象 是銀色那一座嗎還是黑色那一座 應該是 我估計是銀色那一座 喔是這樣子嗎 因為ROH的擂台給觀眾一個想像的空間 應該說一個畫面 就是ROH的擂台比較彈一點 我猜啦 至少就我在看他早期的賽事的時候 他的擂台的這個 反作用力是比較大的 然後然後跟我這個 呃我記得Kaisa 他其實是有 是有上過那個擂台一次 就是在新莊 體育館 Kenny Omega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那時候就是用那座擂台 那那個擂台的這個 反作用力 可以看得出來 是比 比這個 現在住 常駐在NTW 內力道館的那個 還要大 是 但那兩座總有一隻好像都是美式的 美式的規格這樣子 沒錯沒錯 欸 我講到ROH 我前幾天看到Kaisa的分享影片 他竟然有跟那個Jonathan Crusher有練過 喔有啊 那時候 我這不知道欸 Kaisa一下 只是突然想到 那時候 呃 還在關注台灣摔角的時候 呃 就有注意到 欸 邀請那個 美國的獨立選手來 然後其實那時候 沒有人知道他誰 那他們為什麼會 會有這個 這個見面的機會 或者是練習的機會 我想是那時候台摔跟 HKWF 港衰有密切的合作 呃 然後然後港衰 港衰先找到Jonathan Gretchen 也就是現任的ROH 呃單打冠軍王者 呃 那時候 他是在 美國獨立選手 還還沒有跑出 一個很高的知名度的時候 然後HKW有機會找到他 跟他合作 然後當時的Jason New 呃這個 港衰的單打冠軍 對上 這個Jonathan Gretchen 打一場非常精彩 精彩的賽事 在台灣嗎 哦沒有 在在 在港衰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 剛好也跟NTW牽線 所以就呃 我想應該是因為 這兩層的關係 就是NTW到港衰 然後港衰跟這個獨立選手 的這樣子的三個的關係 所以把 就是邀請這個Jonathan Gretchen 來來台灣指導這樣子 哦 耶耶耶耶 那我們台灣摔角 其實跟很多國家 都蠻多 有 合作機會 除了日本日傳之外啦 除了日本 美國是比較少 但是 但是美國感覺 就Jonathan Gretchen的例子而已 然後 但是這 從以往的這個NTW 過去這兩三年 兩三年或是到五年以來 其實跟 不少 不少這個 不同國家的 獨立選手 有所結合 或是甚至邀請他們來比賽 嗯 so yeah 但 那段 Jonathan那段 我印象特別深刻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看到 因為其實NTW那時候官網 有那個 YouTube的官網頻道 有宣傳 對 然後我就說 who the fuck is this guy 哈哈 那時候還不知道 那時候還小不知道 那時候不知道 對對對 而且他那時候也還沒有 很 走出 走出自己的風格 那時候他的打法 因為如果大家有關注到Jonathan Gretchen這個選手 他其實 也有曾經 去 近幾年好像也有去打 這個 新日本的 次中央級 的賽事 Best of Super Junior嗎 對對對 好像是 好像是 然後 呃 總而言之他現在的 他現在的風格就是 非常的 技巧性 然後 等於說 呃 關節技 然後 其實有點像Zack Saber Junior 嗯 的風格 比較壯版的 呃 比較壯 但比較矮 對 對 對 沒錯 對 他身型比較 呃 他的身高比較 比較不足 但是但是他的體型 漢超是很好的 然後 嗯 用非常聰明的打法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 呃呃 折磨對手 或是一步去去去去使用他的 非常 令人 匪夷所思的關節技 這樣子 呃 這這就是他現在主要的風格 這樣子 這個 前陣子 前陣子 他還拿ROH這個Pure Wrestling 的單打冠軍 所謂Pure Wrestling 嗯 就是有一個特定的規則 然後呃 就是可能有限定說你促成 只能有三次 哦 對對對 這個是最最明顯Pure Wrestling Rules 的賽事的 對 的規定這樣子 所以 也就是說會更著重在 呃 摔腳本身就是 就是 嗯 你最多就三次機會 三次機會過了 你就是要靠 靠你 靠你的 你自己的技巧 技術 來贏得這場比賽 這樣子 嗯 聽起來厲害 所以 就很屌很屌 他打出了很多很 很精彩的賽事 明勝負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但是 但是當時在跟跟 MDW接洽的時候 其實他的風格 還沒有那麼明確 所以 沒有沒有這樣子的 風格啦 所以 所以那時候就 呃 就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誰知道 嗯 多年以後 一下就變ROH的冠軍這樣子 對 現在正在賣相 我真的是希望 希望他可以受到更多關注 那我也覺得他有資格受到更多關注 現在進入跟AEW合作了 所以啊 我覺得 呃 值日可待 我一直都非常喜歡這個選手 我打菜一下 他那時候在台灣有打比賽嗎 應該沒有吧 還是只有單純的教學分享經驗而已 這樣子 教學 教學然後拍個影片 我猜現在還找得到 啊 對對對 要問一下Kazia本人 這樣才知道 沒有YouTube 那個 NW YouTube官網 哦 OK NW YouTube官網 應該有有透過他來做一些宣傳之類的 是是是是 OKOK 好啦那 欸我剛剛節目一開始啊 就是說我最近發生一些很多事情 那其中有不乏 有些摔角的 呃 那我就來跟你分享一下 好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一件事情 就是 呃有人拿著我的簽名照去賣這件事 呵 你有聽過這件事嗎 我有看到那個蝦皮 啊對對對 我不知道是蝦皮 有點忘記了啊 對啊 應該是蝦皮啊 我印象你 我沒記錯啊 哦對 反正就是聽眾呢 如果去Google Google一下哈卡 摔角選手的簽名照 應該就會找得到 對 啊那個有點齒 對有點齒路 所以 呃希望是大家去找 有人在賣哈卡的簽名照 呃對是有人在賣哈卡的簽名照 呃價格不菲啊 對價格不菲 據說好像是782塊 哦 欸不錯了吧 不錯了吧 對啊782 782是不是 對好像是782 我沒記錯了吧 這個82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 然後而且同 很精打細算 對然後我也不知道82是怎麼出來 對可能 8比較有點吉利的數字嗎 2然後方位數之類 這我不知道亂猜的 I guess 對然後 然後呃 同同個賣場呢 同時也有賣其他的台灣選手的簽名 大概都是700塊600多塊之類 反正我據說好像是我在前兩三名而已啦 對我的我的價格高了 你的價位差不多在台 對對對對對 台帥市場的Top2 這樣子大概第二第三 對但我有點忘記 那個實際的價格 其他人實際價格是多少 所以說大家聽眾可以自己去Google看看 然後呢呃 其實我很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賣場開了很久 大概有三四年了吧 我沒記錯 因為那張照片呢 是我以之前在 新莊體育館那時候 跟T-Hawk打完之後的 喔是喔 對對對對對 然後所以身上都還是要帶著傷 就是被PG的痕跡之類的 對那呃 但重點來 我不知道我根本簽給 我簽給誰 我根本就不知道 對 好然後anyway 然後反正就是過一陣子 我就看到有人分享這個 賣我簽名照的事情 好然後那前幾天 有一個台灣摔角的觀眾呢 喔這個是 這個這是一個 這個觀眾呢 是非常行為不好的觀眾 你應該知道是誰啦 就常常會拿手機在拍 然後自己分享 到上面去 然後公開 喔 就算是收費的 應該應該是說 他 不是很熟悉台灣摔角的規則吧 去去看賽斯的一些規則 所以 然後 他比較我心我素一點 對我覺得 不管他熟不熟悉規則 就是一個 是一個禮貌 你今天去看第一場電影啊 或是看一個表演好了 舞台劇好了什麼東西 呃 人家有售票的東西 代表說 他希望就是你可以直接到場去看 然後 而不是透過 把 呃 自己思路起來 然後放到網路上的形式 去跟大家分享 OK 你先講 那待會我再回應 因為你還沒做 好OK 那我就看到呢 他在留言說 喔他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哈卡選手的價格 開到780多塊 怎麼都沒有人買呢 對啊 然後他就提 對 他意思是說太貴是不是 對 他後面有提 我後面有補充說明 他說請問是價格太高 還是其他原因呢 嗯 喔他留這樣的言 就是說賣這樣的價格 怎麼都沒有人買 OK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像是 說價格太低嗎 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像 價格其實是便宜的 然後再括號說 還是價格其實是太貴 還是其他原因 這種感覺 對 他這個人的邏輯事故非常的特別 對對對 所以我聽完了 我當然是覺得很 就是很有點 不是很爽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我這一陣子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嗎 喔你是這一陣子才看到這個留言嗎 對這陣子才看到的留言 大概前兩三個禮拜吧 前兩三個禮拜前 對對對 我有忘記去這時間 好 我為什麼不爽呢 是因為就是大家都知道說 我不要說大家都知道 前一陣子我就腦震盪嘛 然後很積極在 在復健 不管是健身也好 然後就是讓自己的身心靈回來也好 這件事情 對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摔小選手的印象是什麼 呃可能 大家很光鮮亮麗啊 然後自己每天都在訓練或什麼東西之類 這類臺訓練等等之類 可是可能看不到的是我們 我們背後的努力的付出 然後還要為了支持摔角 然後去做一份正直的工作這件事情 然後去維持這個興趣 對 然後我會不爽的點是 他竟用一個七百八十二塊的那個價格 然後覺得說 呃好像是太高或是太低之類的 然後去定義我的努力 哦 OK 嗯 OK 就是他 等於說他 他用一個 他用一個價格在 在 批判 評判啦 不要說批判 評判你這個 這個人 的 不管是 摔角選手的形象也好 或是你 你這個人也好 對啊 尤其是他後面有補充說明說 是不是因為訂得太高或什麼東西 但因為這個 在賣場不是我開的 然後他訂七百八十二塊的價格 也不是我去訂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訂這個東西 嗯哼 對對對 了解 OK 然後 我覺得兩 兩件事情想要做回應 兩個點想要做回應 請說 第一個是 我覺得 今天他會到場支持 才會摔角 只要是售票我們幾乎都有看到他出現對不對 對沒錯 那 我想他應該不會 他 這也代表說他肯定是願意花錢買票進場 去支持台灣摔角 因為我看過他不止不下 百次嘛 那 呃 然後每次看到他 基本上他也都是 如果參加摔角賽事幾乎都是全套的 新日裝備嘛 對對對 對對對 但是 呃 我覺得 我覺得我完全能感受出他 對於摔角的熱愛 然後 我願意去相信說他出現在每一場的付費賽事上 他是有付錢的 OK 然後我們講到這個 應該說 買票入場者的官賽行為 然後 OK 你提出了一個就是說所謂不好的行為 嗯 呃 我覺得完全可以理解啊 因為我們的出發點就是說 我們今天收票賽事要要經營這個很困難 然後呃 如果如果你今天來現場看 然後就錄錄了影片 馬上呃 呃 回家上傳給大家看 那那我買票進場的人算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很很能理解的邏輯 但是 我想有很多種情況他想要放在網路上 嗯 可能希望別人也可以看到 嗯 或是 希望 得到關注 嗯 有這兩種解釋方式 或是有更多 這種解釋方式 或是 或是甚至是他連想都沒有想過 他就覺得 嗯 這個有趣 這個東西我喜歡 然後我就是分享給大家 哦 今天看了這個東西 我感覺的很有感覺 然後我想 想要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開直播等等 我不覺得今天 雖然他呃 這樣的行為 可能 背後有點 在 對這個 台灣摔角的發展 有 或多或少的傷害 對 但是 我覺得 我不會因此就想要排斥這個人 嗯 來 來接觸台灣摔角 或是觀賞台灣摔角 我們就是這麼想 是啦 是啦 然後 有一些行為可能 可能有 有待上去 但是 只要能進場支持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比很多人 比起 比起很多 仔細看很多網路上摔角的影片 都說 呃都會說 欸哪一場哪一場有影片嗎 或是說 要哪一場賽事要出來的時候 欸有影片嗎 比起這些人來講 嗯 我覺得他 他已經好很多 而且我記得 他 他不是住在北部 這我就不知道了 我 我應該他 他應該不是住在北部 我猜 但是 Anyway 他南部的賽事 北部的賽事 他都有出現 那這個就 我覺得這個就不容易 OK OK 然後第二點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已經忘記 我要講什麼 我講太久了 回到我那個 782塊 哦對對對對對 對 OKOKOK 然後 所以 所以今天 今天他這個 OK 因為是同一個人嗎 對不對 對是同一個人 那我想可能 可能今天的他的 這樣子的行為 在你的 在你的感受下面 留下一些比較 比較不好的印象 然後他在丟 他在丟這句話 然後其實就 整個就不對了 整個就不對了 我覺得這個 這個有很大的 主觀因素 嗯 因為其實他 他留這個言 你直接去分析他的 他的邏輯 其實是有點混亂的 OK 對 一開始好像說 這樣子 這樣子好像 好像 這樣子很便宜耶 然後後來又說 對 還是這樣子太貴 還是怎樣呢 所以 他其實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當然 因為 你的 切入點 我覺得很 非常合情合理 就是說 現在是怎樣 呵呵 就是說 就是說 呃你是 我的這些努力 跟我對這個 摔角的熱愛 是可以這樣子被你量化 然後來比較的嗎 這個是非常 OK 不好意思 我要打殺一下 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那個照片 他確切的留言是說 欸我想請問一下客家選手 簽名的拍立的照 為什麼沒有人買呢 是因為價格太高嗎 還是其他問題 這樣子 應該是 喔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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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們再重新分析一下他的 好的 他的留言 請問一下哈卡選手 滿有禮貌的 我的簽名選手帳 為什麼沒有人買 所以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說 應該要有人買啊 對OK 他是喜歡哈卡這個選手 那為什麼他不買 那為什麼他不買呢 這個就好像了 我也不得而知 還是那個賣場是他開的 還是其實是自己開的 自己開的 這是一個推銷手法 OMG 哇塞 那這個就太 這個是太聰明了 這個就是商業頭腦 就是裝青春這樣 他這很厲害 裝無辜 對 跟他沒關係這樣 用第三者的角度 在幫自己營造出 欸這個東西很好欸 怎麼沒有人要買 但其實自己在賣這樣子 喔那我要謝謝他這樣子 OK Anyway 但是 但是這樣子 自願上的解釋上面 就是說 喔這個東西是值得買的 啊為什麼沒有人買 難道是太貴嗎 這種感覺 對 如果我們只看文字的話 這個出發點的意思 應該是這樣子 喔是是是 所以我解讀錯誤了 呃 我覺得可以 可以不用 太往心裡去 就是 如果 如果你真的就覺得 或多或少的有點 有點讓人家不舒服 啊 就是你剛好 剛好提到這個 所謂的 解讀這件事情 是 解讀 尤其是解讀 人際關係或是 解讀 語言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tricky 非常非常 複雜 然後對 對我來說 有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不會說你是解讀錯誤 因為這是你很真實的感受 對不對 對啊 你有這個強烈的情緒反應 當然不是說 強烈到底要把電腦 螢幕折一半還是什麼 啊不會啊 電腦很貴 對啊 對啊 因為你是客家人 然後 對不是 OK 呃 這個情緒感 這個情緒反應強到 你 記在腦海裡面 然後 對啊 有這個欲望想要跟大家分享你這個 這個 不好的感受 你想要抒發出來 對不對 是啊 所以我們怎麼可以說這個是假的呢 這絕對是真的 情緒是真的 對這個情緒是真的 嗯 可是這個情緒 有沒有必要 或者說這個情緒對你產生的反應是什麼 OK 我覺得 太多這種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 的狀況 啊 可是這並不是在講說 啊 都是聽的人太敏感 哦 這個是 就是 本來就會有很多種不同的切入點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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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跟別人打個招呼 呃 呃 吃飽味 然後他說 對不起我剛看完 我看完少年按都有點被影響 兒童不宜 他每三秒就開個鍋嗎 好好開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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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對對對 然後很有氣魄這樣 就是 突然就給你這個反應 然後如果我們今天只就就這件事情來討論的話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 對啊 憑什麼對不對 沒錯啊 沒錯啊 對啊 但是誰誰又知道他當天遭遇了什麼樣的困難 哦 有可能他缺那個七百多塊 所以他想要這個 對 可能他就是要賣這張哈卡的簽名照 然後還要再開一個假帳號 然後說 怎麼沒有人要買 這麼好的東西 怎麼沒有人要買 然後放多久了 他就缺這個七百八十二塊 就可以再買一張 什麼樂透彩之類的 或是什麼股票 OK OK 或是什麼NFT 之類的 OKOKOK 或者是他老婆今天給他綠了 OK 或是他小孩兩歲哭了整天 怎麼樣都不會安靜 或者是他想要拿這七百八十二塊去看 笑人的安啊 這樣子之類的 結果被別人買 被搶完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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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鼻子摸摸之後去看這個奇異博士 結果又難看得要死 然後後面的電影座後面的那個小屁孩 又一直腳在那邊踢他的椅背 對不對 他可能經歷了天殺的很多他不應得的一些 我 我要鳥事 OK 然後就因為 就 就剛好累積到那個點 別人說假扒尾他突然解讀我 喔你一定是在用 少年的安娜裡面的台詞在那邊酸我 然後就整個理智線斷了 然後就 然後就把全部的怒氣丟到這個 問他說假扒尾的這個可憐的人身上 喔是是是是是是 so 就 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 我 我真的是 希望大家 可以 情緒出來的時候 先聽聽看他告訴你的訊息是什麼 然後試著去分析 試著去分析 為什麼你今天有點 你為什麼今天不舒服 OK 所以我們來診斷一下 這個客家的這個這個案件 OKOK 好來CK老師請診斷 OK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是這樣子 首先你先 你對這個這個特定的觀眾 因為他的一些行為舉止的關係 你就有一些負面的印象 對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一開始 一開始其實就滿 強烈的 主 有關的見解跟感受 對不對 是 OK 在你還沒有很認識他的情況下 你判斷你這個情緒 或是說你判斷這個人的依據是 因為他做了這些行為 可是你還不是很認識這個人 對不對 你就用他他這個行為 只佔他大概千分之一 關於他的資訊 OK 的這個這個小小的線索 你就先下一個定論 OK 那這個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是我們人都會這樣 這個也跟也跟我們的那個 演化的機制有關係 OK 那再來第二 OK好所以你先用一個很少的資訊來判斷這個人 然後你現在是用一個用一個有有濾鏡的有色眼光在看待這個人 然後再來 再來 第二點 第二點是OK 看到了看到這個留言 是 他量化了你的你的努力或是你這個人的價值 沒錯 那這件事情是非常令人生氣的一件事情 是 就是說你憑什麼幫我的 把我的熱誠 把我的 把我的價值 做評分 你來跟衝 對 這種感覺 沒錯 對啊 就是 利搞利來 這種感覺 對啊沒錯 欸不是啊不是利搞利來 沒有 這個是企劃 比喻比 OK 但就是 所以 你已經有這樣的前提了 就是用一點的資訊來用 已經有一個不好的情緒 然後前陣子你又遇到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然後在最後 最後在這個東西 把 從中間 因為這兩個 這兩件事情是中間有一個時間段 然後中間又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 全部給他尬起來 然後丟到你身上 你就覺得 你就覺得 Holy shit 我這個人 這個人我超 這個人我看 看的超不爽 對 對我看這個人超不爽 是欸對 但是你會發現中間有很多東西 其實不是真的 不是因為他而產生的 OK 只是他剛好是起始點跟收割的那個人 他是播種跟收割的那個人 比較倒霉一點 對對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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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今天不是要講說 喔你 這樣子 這樣子是你看人不對 沒有 對 今天是 是要講說很多事情 如果我們沒有去 向內 觀察自己 對事情的情緒反應的時候 有時候他就卡在你的身體裡面 是 很多情緒的訊號就卡在你的身體裡面 然後沒有釋放出來 是 然後 然後你 然後你對特定的對象 又有特定的見解 是 然後 全部串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是很 沒辦法很全面的去 對待這個某個特定的人 喔 沒辦法理智的去看他 對對對 然後 而且通常這 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或者說 OK你今天 累積到最後一個點不爽 通常最後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是沒有處理方式 然後結論就是 喔我很討厭這個人 欸對 沒錯 但什麼事情都沒有解決 然後你只是更討厭的一個人 啊對啊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情緒來的時候 為什麼 情緒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說 在你 無 預警的狀態下 他就 給你一個很強烈的訊息 嗯 然後你會很 你會因為受到這個訊息 想要強烈的做一個反應 不管是走人 不管是 罵國罵 好人罵國罵 然後 然後 或是 或是whatever 任何要發洩 把這個情緒 觸發出來的一個行為的管道 對 對 那 那你會發現有時候是非常 非常狹隘的角度 在 試著去解決一個問題 OK 可是事實上什麼都沒有解決 可能只會製造更多問題 是 但這就是我們 我們身體裡面所潛藏的很多潜意識 我們身體上是一個接收器 然後 沒錯 或多或少 或大或小 我們隨時都在接收訊息 然後 在做 做一些反應 或是我們身體內的潜意識 會有一些反應 那這些都是屬於 不管是我們 從小到大成長過程 或是 我們本身 天生的慾望所壓抑的那些部分 那是我們 夢中才會顯現出的 一些真正很原始 很 很靠近自我的一些訊息 但是 我們要更小心的去處理它 因為那東西對你來說更重要 是 所以簡單來說 OK 已經有點講到 我自己的語境 心理學 對 簡單來說 其實這個情緒來了 我們都要先冷靜 這個道理 我們都懂 但是我自己的見解 這個情緒出來的時候 你先觀察它 喔 喔 觀察情緒 OK 怎麼觀察 很簡單問為什麼 啊 問自己為什麼 對 你說為什麼我可以 為什麼我會這麼生氣 嗯 然後你可能 那這個就會很困難 因為問為什麼等於說 要從自己身上找到一個答案 對 那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問自己為什麼 問自己為什麼代表自己不知道 那結果自己還可以找到答案 這是到底是什麼一個狀況 是 其實問為什麼你自己開始會理解 然後自己會開始找資訊 對 去去去拼湊或是猜測說 為何有可能導致我現在的想法跟情緒 OK 而且你要很誠實很認真的問自己 不是說今天問為什麼 為什麼我這麼生氣 啊他就北爛啊 啊他就 他就在 他就在評價我啊 他憑什麼評價我 我們不能停在這裡 這個只是第一層而已 OK 好 那再來第二層 你要做的就是一樣 還是繼續向下挖掘說 為什麼他評價我的時候 我情緒反應會怎麼大 哦就是中間 嗯剛剛卡到好幾個點的關係 對 有可能是這樣子解釋 或者是今天 有可能是對自己不夠自信的關係 啊 哦 就覺得說我這麼努力 只有七百八十二元 哈哈 哈哈哈哈 應該要七千八百二 或甚至七萬八百二 或是七十八萬 就是這是別人對你的看法 可是你把你把焦點放在說 其實你某種程度上有點 被他這個七百八十二的評價 所說服了 什麼意思就是OK 哦 不對啊 我想我自己應該有超過七百八十二的價位 可是他覺得七百八十二太高 這個這個有很嚴重的落差 就是發現哈 我我原來是這樣子 而不是我想像的這樣 這樣子這個期望落空 或是自己的預期心理的差異 會嚇到自己 是 因為你自己的 你對自己的認知在這裡 結果別人的看法在這裡 OK 可是別人的看法是別人的看法 可是關注到別人的看法 你也跟著掉下來 OK 所以你就覺得說 Oh shit 你哪根衝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子說我的努力 可是 沒錯 但是 嘿 我覺得你有七十八萬啊 那你是不是要 要聽我的 然後上來這邊 沒有啊 不一定要 沒有說一定要 對沒有一定要 嗯 對啊OK 好那我現在想一想 那這樣最好的做法就是 我直接把那張買回來 這樣子 表框起來 然後 然後下面貼個 貼個價位這樣 七十八萬二這樣子 對 那你的目標做期許這樣子 對啊 這樣他也可以賺到錢 然後我又可以把他 買回來 不會讓他講話這樣子之類 好像是做好解決方式 不要再讓別人 讓你有機會狗拼這樣子 沒有錯 然後從此之後 再也不給他簽排立德 這樣子 It's so good man Yeah OKOK 好來進入這禮拜的聽眾信箱 應該是累積兩個禮拜 我們中間暫停的一集 Oh so this thing OK好那第一位聽眾 叫做綠寶石 他說想請問一下主持人們 知道韓國有職業摔角嗎 東南亞國家 很多國家有 但好像沒有聽過韓國有 嗯 可是韓裔職業選手 在日本還不少 OK 那我這邊有查了資料 韓國有一個摔角團體 叫做Pro Wrestling Society Yeah 沒錯 對那是韓國的職業摔角團體 而且以前好像有幾位選手 又來過台灣獻祭過 蛤 真假的 我記得 我記得我高高穿長褲 那個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曾經打過比賽這樣子 就是他 就是他 他有來過台灣嗎 他沒有吧 他沒有 還是我記錯了 OK 他沒有來過台灣 但是我也是要分享他的訊息 是 什麼呢 好來請說 沒有啦 對就是 其實韓國摔角 就是透過這個選手 我才得知 其實關注他有一陣子 因為他 他語言能力很好 他說將近四國 還五國語言 喔 這麼厲害喔 嗯 他是一個口譯員 喔 OK 他本身真實的那個正職工作 是口譯員 對對對對對 這個選手呢 這選手的 因為我是追蹤他的這個 Instagram IG 那他叫 他的IG帳號叫 Shiho Hong OK S-H-I-H-O 然後H-O-N-G Shiho Hong 之類 然後 呃 就是 他就是這個 Pro Racing Society Korea 他的創辦人 喔他是 他是Founder喔 對 他創辦人 然後其實就是 韓韓國的這個 獨立圈的 這個 這個 團體啦 然後 呃 我 可能是其他的才會帥號選手 追蹤吧 然後我也注意到這個人 然後因為他 他會多國語言 然後 我 我有在追蹤 然後 呃 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 我猜哪 另外一個創辦人 就是 你會注意到他的這個 Pro Wrestling Society 他有一個宣傳照 有一個選手都一直戴著黑色口罩 口罩 對在 中空後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但是 他是就是這個防疫先驅 在全世界 都不曉得要戴口罩的時候 他就在戴口罩 而且他戴口罩比賽 喔 不知道為什麼 很屌 真的很厲害 沒有就是他一個icon啊 對對對 這是他的一個形象就對了 然後 這位選手呢 為什麼要談到這位選手 我們再試著發一發看他的韓文啊 中空後 對 中空後 斯米達 一定要叫斯米達 對 抱歉 好來繼續 他呢 成績是Zero Zero One的選手 喔 真的假的 對 然後 他在他在日本的這個形象 基本上就是 韓國版的Jeff Hardy 那個 那個 酷襪 剪洞啊 然後懶頭髮 他胖胖的 還有辦法這樣子做Jeff Hardy的 沒有他那時候在Zero One的時候很瘦 或是說身材比較好 到韓國稍微比較胖一點 到韓國他就不管了 然後開始把口罩戴起來 喔 是是是 韓國穿人疾病可能比較多一點 對對對 OK 然後 OK 所以 就就就後來後來才 因為我 因為我跟凱撒症很熟 所以 有這樣的連結 突然就想 喔 OK 整個其實 很早就 喔 這個順便要提到就是說 嗯 其實摔角世界 摔角的世界呢 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沒錯 就是 我們世界各地的 闖蕩啊 然後 我們還是 OK 不管怎麼樣的 我們到一個地方 落落地 或是回來 歸根 就 回到最前面提到這 IW20年前這些 這些賽斯的影片 對 就都還是同一些 同一個人 或是說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但是都是同一個根啊 各位 是 本是同根生啊 香煎 荷包蛋啊 各位 很好很好吃啊 對 耶啊 OK 喔 本來要回應這個問題對不對 是 反正呢 韓國呢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韓國的獨立團體 這個是我們 我們目前查得到的資訊而已 對不對 對啊 其他可能還有 就不知道了 其他的比較有曝光度的 就 就不得而知 OK 沒錯 然後他說韓 韓裔的職業摔角選手 在日本還不少 那韓裔的選手 確實蠻多 像 呃 日本摔角之父 立道山好像就是韓國人 沒錯 他就是韓國人的 他就是韓國人 對 然後高嚴隆一 我記得他有韓國協同 對不對 沒錯 對 對吧 他其實姓高 他姓高 他叫嚴隆一 呃 我不曉得後面 應該是 應該是從高 然後再翻 再轉一個 用日本選手名詞 對對對 總之就是他爸爸姓高 然後呢 因為 因為開殺陣選手呢 呃 開殺陣選手 平時的 平時私底下私交的綽號 別人就都叫他阿高 嗯 對不對 然後呢他去日本的時候呢 他們 大家不是叫他開殺 大家叫他這個 秋口 OK 他的中文的這個 日文發音 應該說 護照上面的羅馬拼音 然後用日文發音 唸出來 秋口 然後開殺就 就有一次跟 他跟高嚴隆一的私交還不錯 然後他就 呃 高嚴隆一跟他說 欸其實他是韓國人姓高 這樣子 然後然後這個 開殺陣就跟他分享說 欸那他的字裡面有一個 這個 秋口 這個靠就是 就是 他卡 就是這個這個韓字 嗯嗯嗯 然後高嚴隆一超興奮 他以為我們是同一個姓氏 這樣 以為我們同一個爸爸 他一個韓 他連 斯密達都不會講 他連 卡斯密達都不會講 哈哈哈哈 我以為他開始要跟你講韓文了 但是他不會講 他根本不會講 但是真的很多選手都是都是 都跟韓國有很大的嫌疑關係 這樣子 是是是 OK啦 好啦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說好奇以選手的角度 怎麼去看單打 雙打 三打的難度 雙打以上的比賽的精彩度 是難度要 是不是比較高一點點 想聽聽選手們的看法 然後我們自己會比較喜歡 那種形式的比賽 呃 我們先來 看 這個是誰的問題 請討論一下 綠寶石 他第二個問題 OK 對沒錯 然後我們先來回應一下他就是 怎麼去看單打 雙打 三打 甚至多人以上的態勢 OK 呃 你自己怎麼看這個比賽 呃 我覺得單打是最難的 如果要比 我覺得單打是最難的 我也是覺得單打是最難的 這個 要比這個這個難度的話 因為為什麼 很簡單嗎 因為單打就是你一個人要承擔嘛 對啊 所有的所有的鍋都是自己要背嘛 然後 傷痛全部都自己扛 對啊 你要你要自己自己承擔 呃 你要承擔 我要說什麼 我突然斷斷短路了 Anyway 反正就是 這考驗你的肌耐力 考驗你的體能 考驗你的反應 考驗你的決策能力 考驗你的臨場反應 是 這全部的責任都丟在你身上 那其他單打 雙打三打或多人 你 你甚至可以見衛刀 對不對 很多選手就是會 就是會 或是幫忙 對啊 你是可以分擔掉 這些 勝負的責任 所以 以選手角度的話 肯定是單打最困難 是 那你自己會比較喜歡哪一個 那 你說 這三種戰士 單打雙打三打或是多人以上 其實我覺得 都各有趣味 好爛的答案 但是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 各有各的好處 我覺得我在 我在不同的賽事都能 體驗到 不同的 感受或是 或是樂趣 至少就 第三者的 觀者的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 因為其實 如果講講開撒的例子好了 因為如果要講單打雙打三打 欸 喔對啊 開撒有打過單打 有打過雙打 有打過三 三方威脅 但是 Zio呢 他 欸 欸 Zio也三方都打過欸 Holy shit 那你講屁啊 哈哈哈哈 那你講屁啊 okok 好 反正我就是要講 開撒呢 他出道的第二場比賽 他就打三 三方威脅 對 那場反應 那場 那場的觀眾反應特別好 讓他對三方的賽事模式特別有好感 ok 因為他覺得 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時機點 最出其不意的這個 timing 不管是出招啊 或是 或是怎樣怎樣 有很多不同的變化啦 我覺得他是很享受這種 因為三方威脅戰就會有 E對E 呃 A對B B對C 或是C對A這樣的循環 然後有時候又可以A B 湊在一起打C 或是B C湊在一起打A 就是 就他的變化很大 很多啦 嗯 對對對就是 三的排列組合嘛 對 三接的排列組合 所以 呃 因為這樣子 這樣子的 的設定下 他的變化 趣味是多更多的 是 沒錯 我是 我當時 呃當時觀察著CASA 呃他是 對三方特別有好感 可是後來 是 慢慢接觸到雙打 然後是 又再更多的單打 你會發現不同的角度跟不同可以發揮的地方 so 嗯 What about you 嗯 像我自己我自己比較喜歡單打 Why 呃 因為我覺得 單打才是 可以完整展見自己個人技巧的一個時刻 OK 就是 對沒錯 對因為如果你比如說是雙打或是三打好了 呃 你可能會因為有隊友的牽制或是 呃場上的變化 所以說你 不能把 比如說你的死招 你不能死招全部都用出來啦 哈哈 對啦沒錯 你不想要別人扯你後腿啦 是啊沒錯啦 是啊 對啊 是吧 所以我喜歡單打 我喜歡展現自我的時刻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覺得開啥在在扯你後腿 欸我沒有講啊 啊 哈哈哈哈 OK 好來那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綠寶石的這個問題 那 他還有 他還有一個小小問題 我們其實有點略過 他說 雙打以上的比賽要打得精彩是不是難度比較高 呃 我覺得 我覺得要看選手的技巧存不存手欸 對啊 呃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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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選手的技巧存手 對於 比賽理解度夠高的話 那自然而然打出的比賽就很精彩 呃 等於是要說對於雙打賽事的熟悉 然後或是對沒錯 雙打的策略該如何 是沒錯 呃 如何進行 對 你要知道說你自己還有一個隊友 然後你知道對方也有兩個人 的情況下 對啊 沒錯 嗯 那而且而且有時候呢 像 呃 凱撒自己的經歷是 有時候 他打雙打那段期間其實都是硬被湊起來的 是 所以其實可能又有更多不同的變化 對不對 也就是說 硬湊起來的時候他們對雙打的理解會是如何 來 應該 所以所謂精彩度難度比較高 呃 我只能說不一定 但是 但是這個 人多的話 我想 他比起單打 我想他節奏會比較快 對 然後 因為大家都要分背跟的關係 所以 大家 會丟的招式會 大幅的受到限制 也就是說 既然受到限制的話 我們就要更早開大招 沒錯 好不保留 欸對 對 嗯沒錯 所以他就常看到大亂鬥就是 一招大招一招大招接著一招大招 就是 沒辦法 大家都都是 都要贏的話 你就只能快戰快解決 這種感覺 OK 好來 那下一位聽眾叫做 卓華 那他說不用念出來 那這個就是CK自己看一下 這樣子 OK thank you 如果 如果你喜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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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謝謝 好 OK 好 那我們就跳下一個聽眾 下一個聽眾叫做奇夢吃龍蝦 他說最近Great去SPW比賽 Gleet Gleet 不是Gleet Gleet OK Gleet 他去SPW比賽 我也好想在台灣看大賽啊 不管是國外選手來交流 還是整團來辦一場都可以 摔的就是要一起看才好看啊 刮虎沒有問題可以問 單純想刷存在感 OK 這個不用唸出來吧 這不用唸出來是不是 OK 對不起 關號就不用唸出來 SBW SBW是新加坡的那個嗎 是的 新加坡Pro Wrestling 就是Android Statement Yeah Yeah 的那個 OK OK 我們其實也很希望就是說 有機會可以在台灣辦大賽啊 這樣 肯定的 肯定是希望 跟國外的 不管是東南亞的 或是東北 或是歐洲 美洲 能夠更多交流 這個最大 這都是 不言而喻啊 那 提到Gleet跟SPW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SPW就是新加坡的一個 目前 看起來是 規模最大的獨立團體嗎 也有這個Android Statement 還有前任 SPW的彈道冠軍 那個Traxxas 選手 那也就是現任NXT2.0的這個 對 Donte Chan 選手 他現在已經進入WWE 最知名的這兩位選手 曾經呢 呃這個 這個 SPW的創辦人 也有來台灣比過 打過比賽 欸是跟你打對不對 不是跟我打啦 跟Math Doll 喔跟Math Doll 那你跟誰啊 那一場 我那時候跟誰 我就跟那個啊 T-Hawk啊 不是那一場 喔不是那一場 我想一下 喔你可能是打一個多人混戰好像是 喔我打Opening Match 我跟南蛮軍 打閃宴獎面 對 欸不是 欸我忘記那場是南哪邊啊 我真的忘記了 我忘記那個地點在哪裡 但我記得那個 新莊 不是新莊 不是新莊 再一個更更fancy一點的 台北市市政府 那個華市後面 反正他就是 好 裡面有冷氣房 有點像一個婚宴場所 好反正不重要了 對 好不重要 OK 好那那是SPW 那Gleet呢 我沒有仔細去查 但是看起來像是這個 C馬 帶頭的這個 Strong Hearts T-Hawk 還有這個 鹿江 鹿江 欸 還有還有其他旗下的那些 L Linda Man啊 還有 還有其他我忘記名字 就是Black Hearts的那 Black Hearts Strong Hearts Strong Hearts Strong Hearts Black Hearts Black Hearts是誰 因為他們常常是黑色的 Black Hearts是Champa 那他 我估計是他們又在 另外創辦的一個新新的團體 喔他們比賽 他們的 比賽很激烈 是 欸 很快 節奏很快 節奏很快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點UWF的影子 有嗎 我記得有些賽事有點UWF的形式 OK 好 Anyway我覺得如果對這個 格鬥或是快節奏風格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去關注這個Glitz 好啦 下一位是阿彭巴巴 他提到的是 呃上週C8提到貴谷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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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請說 阿彭巴 As always 給你練嗎 對對對 好 OK來 請請請請請請 OK 對不起對不起不好意思 讓我來幫你幫你 OK 謝謝 Oh here we go It's me again 阿彭巴 上週C8提到貴谷見晶似乎不 呃似乎不是只有摔角有這個現象 個人有很大感受 但我認為其實不是老的就一定好 而是當下有沒有人打動到這個人 現在很多人說 沒有CINA或任何人 我就沒有在看了BRABRABRA 那是因為當這個人 剛接觸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某選手給他的衝擊 是有打動到內心的 所以後續這個衝擊就伸直在心中 但可能他不是喜歡摔角 而是喜歡該選手 喔 摔角其實跟藝人 呃演藝人員有點像 每位選手都要用心 經營自己的個人魅力及形象 所以看的人也會有一種類似追星的心態 但是不是每個粉絲都是被摔角運動所吸引 而不是該選手的人格特征擄獲 這就不得而知了 本週來推薦一場近期個人看來很有感覺的比賽 2022年7月9號 東京離職摔角TOKYO JOSHI PROLES SUMMER SUNPRINCESS的PRINCESS TECH冠軍賽 冠軍組由Yuki Yuka Sakasaki 還有瑞希 我忘記他人怎麼唸 瑞希不知道是誰 Riho? NO 應該是一個兔子 小可愛 挑戰者吃緊殺細胤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還有黃錦 優希 這應該是很會提的那個 東京離職摔角一直以來給本人一種打法偏重義的形象 荒井優希呢 兼具偶像身份 喔 不是很會提啊 應該是唱歌的那個吧 身份也容易讓人認為是花瓶般的存在 但是這場比賽非常精彩 四位選手的表現非常出色 完全模具前述的打法偏重義的形象 近年來國際間各個女子選手 不斷的有突破性的表現 兼具莉玉美的形象 仍然看得目不轉睛 已經推翻了一望女子摔角等於花拳秀腿的既定義成見 建議有機會可以看看 PS上週C8 CK有提到才赫然驚覺 真的很久沒有看到MDC的雙大組合 雖然X1跟Hawks的選手都很有個人面諱 但是兩人組合的爆發力也令人難忘了 希望近期能看到這兩位合體的賽事 OK 哇好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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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之前比較短了 是 OK Sorry 因為上上集我沒有跟你們參與討論 那這個要麻煩你來回應一下 對 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想要回覆之類的 OK好 前面 我覺得阿彭巴有一個很厲害的點就是 他的他的觀察也是很細微的 是 而且他他提出一個見解可能很少人很少人會注意到 他說有些人被有些有些粉絲啊看摔角 他被吸引的可能不是摔角運動 而是 而可能是選手的個人特徵 我覺得講到一個很很重要的點 嗯 因為摔角的特性的關係 確實很有可能是這樣的現象 尤其是在拓展觀眾群的時候 當有舉WLV為例好了 他們要拓展他們的觀眾群 要讓這個東西大眾化 那他們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選手形象的包裝 沒錯 就是他們要讓不知道摔角的人看到這個人的形象 就OK我可以了解他在他在做什麼 或者說我可以 我可以很快的去判斷 我對這個人的性格 或是形象喜歡或不喜歡 嗯 然後再來看有沒有可能更進一步的進入到 呃更摔角的核心或是摔角的本質 所以講講出這個就是 我覺得我很我很想跟阿彭巴聊天私聊這樣 我們就開一集 然後這樣兩個小時 這樣子 或是更多 我跟你講阿彭巴很會聊 你可能有機會 而且我很喜歡聽他講話 是 我覺得阿彭巴肚子裡有很多東西 很多啤酒是不是 呃 很多內涵 威士忌 對 他喝威士忌 對沒錯 他這個黃湯下肚啊 哇塞 這個智慧啊 就就 這個 不不斷的 從內心的 內心的這個 噴泉啊 是 一擁而上這樣子 淘淘不絕 沒錯沒錯 OK Anyway 所以呃 就摔角這個就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或許喜歡的不是摔角運動本身 可能是喜歡 個人魅力形象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 是 喔我又再講一次摔角運動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總之我就是說 Respect這個見解 呃我覺得很精闢啦 是 然後 大家可能就會說 喔摔角就是喜歡摔角 no 有時候 當初 當初開始看摔角就是因為 Rade Mysterio很帥 就這樣 OK 很簡單的一個理由 沒錯 OK那後面補充說明說 就是很久沒有看到Guy Hux跟X王的MDC雙打組合了 然後 就是因為他們個人魅力太強 也忘記他們比較厲害的是 其實是雙打 嗯 可能就是未來的時候有機會 呃 有進行雙打賽事的時候也 應該是可以 可以看到他們 組合啦 Yeah Yeah 我就是 我 我個人是很期待看到這個MEDAL 跟這個硬漢兄弟 Froshi跟Willy的組合這樣子 好沒有問題 OK 好啦那最後一位聽眾叫做啟夢思龍翔 他說 講到雙打大家比較愛看合體比較強的組合 MEDAL CLUB跟MOON CIRCUS有團體默契都有雙人技 想請問主持人有沒有想長期搭檔的 想長期配合的搭檔集 想做哪種雙人技當作雙打團隊合體技 OK 來 OK 我好卡本身就是 硬漢兄弟的團長 呃 算是可是問題是目前沒打檔過一場 因為我現在說到雅商中 對 硬漢詛咒 這種拳 這種拳頭的這個二頭肌舉起來之後沒有搭檔過一次 沒有搭檔過一次 對沒錯 儘管是有一個團隊這樣 OK 是是是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請說 其實我想過讓凱撒跟哈卡合體 WOW 欸你是不是 WOW 哈卡是不是自己有提過啊 還是這次好像沒有對不對 沒有提過 其實當初是什麼情況呢 嗯 呃 這個趴輸入開始運行 然後開始真正日上 然後 然後 然後當時帕輸入還有還有在跟N團合作嘛 那 所以就常常可以在N團看到帕輸入的影子 對 也就是看到哈卡 烈火 瘋狗 或是鬥魚 戰熊 對不對 嗯沒錯 那那時候 凱撒的那時候的狀態呢 我估計是18年17年的那時候的狀態 對 對 他剛從日本Zero Run回來 第二次 呃 巡迴完 打完無償比賽 雖然只有兩個月之後打過無償 但是他他在那邊汲取的經驗 我想呃 他自己是覺得收穫蠻多的 可是回來之後呢 他其實一直有在關注台衰的動態 當時人在日本的時候 是 但是 很奇妙的是他回來台灣之後 卻 沒有一個團體 沒有一個團體要他 或者說 或者說說 一直沒有機會 參加其他 或是說當時NTW帕輸比較 有規模的賽事 所以 OK 可能凱撒成績了一陣子 然後想法設法 再再讓讓自己更精進一點 然後 開始回歸之後 他其實 就是覺得說 他的職業生涯發展到那個階段 他想要有一個轉變 等於就是說他單打很久了啦 然後 然後 因為當時的情境就是 OK 哈卡也從TPW離開嗎 也是單打很久 也是單打很久 然後呢 然後看到 可能是多多少受到瘋狗影響吧 他覺得 他 他一個人 等於說 呃 哈卡從TPW離開 開啥 沒有從IW離開 但是IW那時候的 呃 的運作就是 比較沒有曝光度吧 那他其實想要向外拓展 所以 向外拓展他的目標不是怕輸 就是 就是NTW嘛 所以 他想要找NTW 落單的 就是長期出現 對 頻繁出現在NTW 但是落單的 他需要積極的勢力啊 要不然他第一個人的力量太單薄 這樣子 哦 然後我 對自己口水嗆到 講到終結劑 我有跟大家分享 他當時有一個 他當時有一個idea是 他假設自己跟哈卡組隊 那 那時候哈卡 呃 有一個終結劑叫 金肉人翻摔 對 有這個 黑色藍天 黑色藍天 OK 施傳的這個 必殺秘技 OK 然後 然後 就是 然後那時候凱撒 的 終結劑 是 在頂繩 然後 呃 double foot stomp 踩人家的背 嗯 所以他想像就是 金肉人翻摔下去之後 然後 Full stomp Full stomp 踩人家背這樣子 OK 嗯 我就覺得 呃當時當時的想像是這樣子啊 當時凱撒的一個idea是這樣 他就覺得 呃有機會 有搞頭 有搞頭 結果搞一搞就被搞到moonsircus去了 哈哈哈哈 也好啦 對啊這樣也可以啊 對啊 也不是不行啊 也是別有一番風味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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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沒錯 欸那這樣子moonsircus有沒有 比較 呃 比較印象深刻的 雙打技 比較印象深刻的雙打技 比較印象深刻的雙打技 呃 我個人是 蠻 喜歡 他們有一個 應該算是 雙combo的組合啦 就是 他們會先把對手 啊 兩者都在擂台內喔 對沒錯 就蹭那個 五秒 蹭那個五秒的 合體技 嗯 嗯 他們會把選手丟到角落 然後 一人一次 穿 穿刺的攻擊 OK 這個 呃 Zio呢他會一個 呃一個一個 一個 腳刀的感覺 穿刺選手 然後這個 這個Joker呢會再補一發 呃 飛身的 背後的軸擊 然後呢 撞完兩次穿刺之後 這個Joker呢把 對手從角落丟向 Zio 然後Zio會 帶到一個 不知火的 起手室 然後翻到 呃這個 Joker幫這個Zio 翻到選手 後面 撐一個逆向的 逆向DDT的一個 那個起手室 有點像這個 Steam的終結技 啊OK OK OK 就是從後面扣住你的頸子 所以 別人的對手是 呃面朝天的 OK 喔OK 然後這個 Joker呢就趕快撞神 用一個 單腳的 有點像 Seth Rollins的那個Stump 嗯嗯嗯嗯嗯 踩對手的腹部 然後同時 Zio 用一個逆向的DDT 一起下去這樣子 OK哇 這麼這麼複雜 聽起來很複雜 但是有興趣呢可以去 參考NTW YouTube官網這個單打 OK 喔 sorry 雙打冠軍決定戰 OK 那 因為我自己 沒有跟 我的小兄弟們搭檔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我自己喜歡什麼樣的 雙打組合技 這樣子 東西 任何東西都是要先試過才知道 對啊 要先 要先想一下 那個身高啊體重啊 這都把它列入進去 這樣子之類的 嗯嗯嗯嗯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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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不可能叫Willy 抓一抓拿丟給我吧 那個身高差距太大了 嗯嗯 耶耶 我現在想到一個 我現在額外想 臨時想到一個 感覺 畫面會很酷 就是 適合我們硬看 對對對 假設你跟Willy搭檔的話 這是 For you and Willy only OK Frosh 我在想 OK Willy不是有 不是有Spear嗎 欸對 他Spear超帥 欸對啊 然後你不是有 飛身 肩撞嗎 對啊 喔 Spear加飛身肩撞 對啊同時啊 你就跳超高 反正他很矮嘛 哈哈 你就從 你就跳過頭這樣 就從他背後跳過頭這樣 可是我現在會壓到 我現在會壓到他 不會啦 你跳那麼遠 你就直接直接飛出去啊 你超會飛的啊 他就在中間嘛 中間Spear 然後你是上面 直接加肩撞這樣 砰 一直下去 哇 看起來超狠 直接 讓對手用一個飆飆的 很兇欸 很兇欸 好好帥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OKOK 你就跳超高 反正他很矮 I love you Willy OKOK 好啦 那感謝 CEK這一集的 陪伴 好啦 陪我聊了很多 聊了一個小時 快半了 對啊 我講到這個我就 話想實就關不了了 是我知道 所以我要阻止你 對對對 你要拉我 欸我本來還想到 因為這是我們今天第一次 搭搭檔 欸沒錯 是 那我本來還想說 完了 以前都是這個 你們兩個 我把他在 帶主軸 然後我做一個陪襯 是 那今天會不會 什麼東西都擠不出來 結果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是你要 你要阻止我說話 這樣子 OK 因為我還要負責 我還要負責剪輯啦 所以說我必須要阻止你 所以這集 這集等於說是 你是欠 喔不對 你是摁摔嗎 你是摁摔嗎 對沒錯 好啦那希望可以三個人合體 我覺得可以比較蹦出多一點點不一樣的火花 會比較好玩一點點 確實啦 CBA最近出了一點點的事情 所以就需要處理 然後我也不知道說我之後還沒辦法繼續錄音 因為就真的比較忙一點 剛好是這禮拜有空檔 OK 好啦那感謝你90集的付出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是CFO 這是CK your favorite podcast there It's the truth OK OK 好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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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care guys